战灵营长博说 向你亲身面对微笑 在广西南宁 由南部战区陆军主办的 穿越时空的对话 新老英模访谈活动正在进行 战斗英雄安中文 排列英雄战士杜富国 时代楷模王锐 硬骨头六连代表等 与军地青年分享各自的战斗经历 以及新时代践行初心使命的心得体会 我作为一名党员 只要组织需要 我就会毫无犹豫地站出来 做自己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用自己的故事去感动身边的人 去激励身边的人 哪怕是能够影响一个人 我都感觉非常的高兴 新老英雄 他们用质朴真实的语言 讲述了一个个嘎人的事迹 那我很受嘎动 我要把这种嘎受 或者事迹带回部队去 南部战区陆军还依托地方资源 建立基层骨干教育培训基地 邀请驻地党销教师 现地展开情景党课 让大家身临其境 感悟党史故事 感受光荣传统 正在南部战区总医院住院的104岁老红军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 身体已经逐渐康复 住院期间 老人给身边的医护人员 讲起参加红军的初衷 以及长征途中富商落单 三次拼死追赶红军大部队的艰难历程 教导青年一代 不忘来时路 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贡献自身力量 聆听党史故事 激发精武豪情 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 92岁高龄的 抗美援朝老英雄李宇村 正带领大家重温抗美援朝的战斗故事 官兵们也与老人 分享自己的入党动机 对照初心 强化强军兴军的使命担当 作为一名党员 一名军人 我一定传承老英雄的精神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保卫好我们的祖国